現在很多人都建議說 希望可以趕快公佈全部的管線 那麼當然政府也要設置一個平台 對你所了解 這個我們還有什麼方式 能夠提前去預防 這樣的憾事在發生呢 我建議就是說 這個部分要參考國外 像國外 他們有建立共同管構的一個制度 那共同管構 如果可以的話 主持人是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你有特別準備了 幾張圖片對不對 那譬如像 前面這張圖 左邊跟右邊就是 目前台灣現況就是說 管線單位各行其事 各埋各的 右邊這張圖就是把管線的屬性 不同的位置整個聚集在一起 有管溝 有通道可以檢查 第二張圖也是類似一個情況 譬如像瓦斯管它是單獨的 是在水管 它是在中間 因為它需要管徑比較大 像整個電信管 電器管 電話管 光纖管 它比較屬性相同的 鋒在一起 如果你要檢查要維修的時候 就很清楚可以從管線進去裡面看 我們再看第一張圖 是一張像照片一樣的對不對 就是他們埋設裡面的樣子 對 從這張圖就可以清楚看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管道間 你管線埋設在這裡面 跟埋設在圖廊裡面是不一樣 你埋設在圖底下 你根本看不到管線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埋設在管道間裡面 你就可以從這個 它裡面還有燈光 就是說可以從這個管道裡面 跟它的接頭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一個情況 對 所以您會建議說 我們可以仿造國外 用這種方式 至少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掌握 到底有哪些管線 就是分別是做什麼功用對不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 來到現場問我們分析 感謝您的說明 謝謝 謝謝主播